- 参加柴火 哈囉,歡迎來到生皮C5度 我是Banman 在經歷了99天的封管後 球迷們終於在3月中迎來大聯盟棒球的回歸 所有的交易啊,簽約消息啊 通通都炸了出來 距離開季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各家球團也積極爭取戰力上的提升 特別是紐約一大一小市場的球隊 都透過交易來為即將到來的開季添加柴火 這兩筆交易分別是大都會送出J.T. Ginn 和Adan Oller換取Chris Bassett 這位去年首度入選明星賽的33歲老將 另外同城的小市場球隊紐約洋基 則是將去年表現失望的Gary Sanchez 和Gio Urshela送到雙城 換取Gary Cole的原家Josh Donaldson Isaac Kenneth Faleva 和捕手Ben Rovitt 我直接亂念一通 反正他後面應該只會再出現一次而已 而我身為死忠的大都會球迷 今天要講的當然是大都會的這筆交易 休賽季找來Max Schurzer 與地瓜組成雙王牌後 Cohen爸爸還不滿足 又透過交易迎來破繭而出的Chris Bassett 不僅是減緩老將Carrasco 和去年下半季走中的Taiwan Walker在輪值上的負擔 也把原本表現不及格的Debbie Peterson 跟Tiler McGill擠到牛棚去 說回Chris Bassett 在2011年選秀以第16輪被白蛙隊選中 而在身上大聯盟的隔一年 就因為Jeff Samarja的交易被送到運動家 在運動家的第一年 是三場先發 攪出ERA3.56和Fib3.76的不俗成績 可惜隔年成績不只大爆炸 還因為Tom John手術連同2017賽季一起報銷 好在傷癒後的Bassett不僅球數沒有下滑 在增加變速球與卡特球的用量後 Bassett找到了解決打者的武器 三種速球系列的武器交互應用 搭配速差10英里的變速球 讓Bassett的三陣率扶搖直上 從生涯初期的15%一路上升到25% 在K攻進步的同時 依舊保持著優異的被強進球率和Barrel Percentage 也在去年完整賽季攪出27場先發 防禦率3.15和Fib3.34的佳績 於季末的每年賽洋獎票選上 成功幾升前十的行列 不過Bassett除了動過 Tommy John手術之外 去年直擊臉部的強進球更是讓人觸目驚心 而新紐約三巨頭的另外兩位 去年賽季也都遭縫手臂的傷勢 再加上三人年紀合計超過百歲 新賽季保持健康依舊是最重要的課題 至於送出新秀的部分 Gin在隊上的新秀排名高居第五 是2020年次輪選進的大學投手 在第一個職業賽季表現不差 在查他資料時意外發現和Bassett有些相似 Gin的訴求均速落在93英里左右 也是搭配二封線和滑球的滾地球投手 更巧的是在2020年動了Tommy John 基本上Bassett就是Gin理想中的天花板 至於Oler是大度會規則五選來的27歲老新人 去年在3A的表現相當不錯 8場先發繳出2.45的ERA 而且44局的投球中僅僅被打出一發拳雷打 沒意外本季就能幫助運動家的後段輪值 從球隊的角度來看 運動家毫無疑問準備開坦克了 除了放走輪值要腳的Bassett 和外野兩名主力Mark Kenhart和Starring Marte 連去年攪出MVP身手的Matt Olsen都已經確定送往勇士 在新版CBA季後賽名單擴大到12隊競爭球隊數增加的情況下 對於總管Bilibin而言 正是時候出清剩餘幾位有價值的球星 像是Sean Renaiya、Matt Chapman等人 都會是未來幾週交易市場的熱門人選 大度會方面 在換老版之後已經將2020選進的五位新人送了出去 在本次交易中 更是為了僅剩一年控制權的Bassett 就丟掉對上清秀排名第二高的投手 操盤邏輯就是不想等新人養成 直接買完成品就好 真的頗有陽機前老闆George Stan Brennan的風範 講到這個就必須稱讚一下我老大 Steve Cohen 不愧是大聯盟身價最高的老闆 花錢完全沒有在管什麼狗屁豪花稅 甚至連被大家笑稱是 Steve Cohen Line的第四層稅限 我老大都說有必要的話花到3億都是沒有問題的啊 這可是要繳3000萬美金的豪華稅啊 啊 你們看看身為大度會球迷是不是真的很幸福呢 欸結果我封面放陽機 從頭到底都在講大度會是怎樣 看到這裡還沒關的機名 恭喜你們 真的是讓你們等到了 再來我們就來講同城的小市場球隊陽機 在經歷整個冬天毫無斬獲之後 終於在交易方面有些動作了 我就不提前一天Aaron Boone還在說 新賽季游擊將交給Gio Urshela證手 結果馬上就被高層送走 該說是Boone在賭奶 還是他就是小老闆的中犬 給什麼菜就講什麼鬼話 老實說看到交易包裹的當下 真的看不出到底有沒有差 當然啊健康的Donaldson油箱依舊有優於聯盟平均30%的活力 相比於選球能力通通還回去的Gio Urshela 無疑是個升級 防守方面不得不說Donaldson真的是老當益壯 從Staycast的防守進階數據OAA來看 最近三年都還是勝過聯盟平均 比起大多時間落在平均線之下的Ushela是好上許多 只是Donaldson已經滿36歲了 近幾年更是頻繁受到腿部傷勢的影響 就算高保送率的打擊型態衰退風險較小 比起還在薪資仲裁階段的Ushela Donaldson還剩下高達5000萬美金的合約 還是讓人很頭痛啊 如果他受到紐約醫院靈氣的影響 那可是比忍受Stanton一年22名連的薪水還要痛苦耶 體外話 去年Donaldson狂酸用外來物質的投手 也曾經隔空和Garrico對嗆 當然目前球團已經跟媒體說明他們之間是沒有牛肉了 新賽季兩人在休息室會如何相處 值得各位球迷放大檢視囉 比較玩主菜的部分來看看配菜 Kinder Falefa主打的是頂尖的內野防守工具人 不僅三壘手臂有金手套加持 去年轉戰遊擊區也獲得防守勝金的肯定 不過Kinder Falefa去年在遊擊區的OA是負期 三壘金手套那年是正五 Well 我個人是傾向戰遊擊對他來說還是有一點勉強 當然對於忍受過滴滴和Toris手臂的機密來說應該是個明顯的升級 除此之外Kinder Falefa還能夠蹲補 雖然這兩技已經逐漸退出這個手臂位置 但要作為替補還是可以使用 先說哦 不要新賽季給我看到Lamehu戰遊擊VOID戰一雷 Kinder Falefa去蹲補的奇葩景象耶 至於送走Gary Sanchez其實是象徵著陽機高層放棄了Baby Bomber的時代 在經歷過新人年的爆炸處女秀到縮水賽季的大低潮 去年的Sanchez除了6月回光返照在24場比賽中敲出八轟之外 其他時間就是個擋球不太行 火力又低於平均的捕手 在僅剩下一年控制期的情況下 最後就只能成為交易的配菜了 而我們Ben哥就是個替補捕手比東剛還要替補的那種 去年吃了近100個打席WRC Plus是40 最後提一下兩支球隊的角度 對於雙城來說清掉Donaldson這張大約換到還有兩年控制期的Altrella 和有望便宜續留的Sanchez 雖然不知道對Sony Gray來說會不會很崩潰 還是他們可以分享關於離開紐約美光灯壓力的心得 總之在雙城重整的道路上 從去年交易大限以來就一直走得很不錯 目前薪資壓在1億美金以下 距離1819年的130M左右的薪資 還有補強的空間 因此啊各位沉迷啊 可以期待重整的時間並不會拖得太長 至於陽機方面 在加入Donaldson和Canaflefa預估5M的薪水後 團隊薪資會突破第一層稅限 當然在去年精妙的操作情況下 今年是第一次繳豪華稅 並不會有額外的罰款 只是對於近年很勤儉持家的小老闆來說 還會不會有什麼大動作補強呢? 大家看不到啦 但我現在正妄向捕手和輪值的缺口 然後默哀3秒鐘 好的 一口氣把紐約兩支球隊在交易市場上的操作分析完後 想問問大家對於大都會老闆 Steve Cohen瘋狂花錢的艦隊模式有什麼看法呢? 另外你們覺得落魄的邪惡帝國陽機 還會有下一步的動作嗎?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最後我們是生皮C5度 我是Bedman 我們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見